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哎 总不出了什么事了 你跟立川神秘兮兮的 怎么了 想我了 也没看你发邮件给我 我想你干嘛呀 你不在 我乐得轻松呢 我不在 你也不会打个电话给我 你也没打给我啊 哦 好像有一通 你知道人家下了多大的决心才能跟你打吗 你什么意思啊 我又不是鬼 那你说 为什么不回我电话 那你留言说 有空就回电话 我没空啊 一直都没空 叶静雯 哎 我听说呢 恋爱中的男人对电话没反应的 对没电话才有反应 难道 你恋爱了 王总 哎 我听说立川也回来了 嗯 哎呀 你这个弟弟啊 可真够极品的 怎么了 他哪里得罪你了 他倒是没得罪我 但是 麻烦你无论如何 让他给谢小秋打个电话 哎 玩弄感情的人 是要遭报应的 哎 你这车 新买的 你之前的车不还是新的吗 怎么就换了 那辆刚买的时候觉得挺特别的 据我发现啊 马路上全都是 所以拖了个朋友把他给卖了 换了这台 挺特别的吧 哎 你就这么随随便便地卖掉了 你也太奢侈了吧 你这一买一卖 亏了多少钱啊 三十万 三十万 怎么 看不惯啊 哎 这富二代 官三代 我倒是见过 可我真没见过像你这样 动不动就迎风招展哪 哎 低调点不会死的 没品味的爆发户 什么 爆发户 我今天心情不好 不想给你斗嘴啊 你心情不好把我叫出来 哎 你心情会更不好的 你说今天白天这么多工作 你 那我去看什么家具展哪 这是你的工作 我叫你干嘛就干嘛 别挑三拣四的啊 哎 瞧瞧这里 这才叫唯美 这才叫梦幻 这才叫懂得颜色 这才叫美轮美幻 哎 王继川 你爷爷的钱呢 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你呢 也多少长进一点 学学人家 做点正经像样的东西 哦 这钱呀 是可以继承的 可是名誉和声望呢 是继承不了的 得靠自己的真本事 哎 算了 说了你也不懂 你觉得这个掌管设计得很好吗 当然啦 这设计师呀 他知道什么叫美 他懂得怎么打动女人的心 他设计的屋子我就想住 他设计的家具呢 我就想用 他设计的珠宝呀 我就想戴 他设计的衣服我就想穿 如果呢 他向我求爱 我就二话不说嫁给他 哦 哦 我现在发现 你这个女生啊 不懂得什么叫害臊 哦 你这叫吃不到葡萄 说葡萄酸 哎 我看着这把椅子了 等一下叫老板便宜点卖给我吧 这把 你买得起吗 我跟你讲 这把椅子没有这个数目 老板不会点头的 五千哪 这椅子看上去挺简单的 只五千吗 开玩笑 五千 你连这椅子的腿都买不到 哦 不会吧 这椅子 无非就是造型独特一点 总不至于跪到天上去吧 你知道这椅子谁设计的吗 他是个瑞士人 非常出名的家具设计师 他设计的椅子 现在拍卖到三百万欧元一把 三百万欧元 这 这又不是黄金做的 谁信哪 你看上的这把 我估计 五十万 应该拿得下来 五十万啊 就这个 我脑子抽风了 我花五十万买把椅子 买回去我也不敢做 到时候呢 我把这照片呢 发给木匠 让他给我做一把 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把快搞定了 你干什么啊你 你知道我最讨厌什么了 盗版 还给我 删掉 换人 这把椅子又不是你的 你激动什么呀 我告诉你啊 这把椅子让我看上 是他的运气 这么多把椅子 我唯独看上的就是这一把 金刷 苏老板 今天有空过来啊 对对对 我介绍一下 这是馆长苏先生 这是我的秘书兼翻译 叶敬文小姐 叶小姐你好 苏先生您好 等会儿呢有个拍卖会 有兴趣一起看看 我相中了一把椅子 你给我参谋参谋 好啊 没问题 我去看看 怎么样叶小姐 这个长官设计得还可以吧 我太喜欢了 是你老板设计的 下次如果要设计新房的话 可以找他 开个后门 建川 我那边还有几个主顾 我 我先过去看一下 好 回见 这 是你设计的 他没有必要骗你 你看看厕子 你又忘了 就是你啊 祭川呢 这英文拼音太难念了 祭川老是被念成气喘 像气喘一样 所以呢 我现在鼠名叫做六 六就是我 对不能说我 这样不够谦虚 应该怎么说呢 区区在下 那你刚才说 那个设计这把椅子的 瑞士的著名设计师 不会那么巧就是你吧 哎呀 我应该怎么夸奖你呢 应该说是心有灵犀吧 还是独具慧眼 怎么样 我这个成语用得不错吧 刚才好像有人说嫁给我 这个我得考虑一下 不要不要呢 哎呀 家具展已经看完了 我是不是可以回去了 这附近好像有家商场 在衣服打折 哎 上班的时候你说要去逛街 还敢在我面前提出来 你真的把自己当成我的宠妃了 走 马上回去上班 还有很多会要开的 瘦娘 五十万呢 五十万